第1集精选港股是中移动941 美国加息周期近尾声 派息稳中有增的收息股 例如今年预测股息率大约出来的中移动 吸引力有望提升 中移动中期业绩又惊喜 指望未来 复偿令企业重新扩展业务 5G客户增长带动月费收入上升 新手机推出等因素支持下 持续经营业务有望恢复稳定增长之路 与其中移动价移动及家庭宽贫阿布 有望持续提升至2025年 此外中移动等中资电讯商 积极发展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密联网、 数据中心等新兴业务 已捕捉潜在商机 并且成为业务的新增长引擎 中移动具有规模及行业优势 它的云计算相关业务 在今年上半年表现已建特出 相关收入增长超过八成 好过同业 卖圆商花旗也看好中移动在5G发展有领先地位 预计数字化转型将会继续成为收入增长主要动力 圆商预料中移动收入、盈利以至最多长线投资社关心的派息等 都可以延续增长势 圆商给予中移动目标价平均大约82.48元 比上星期收市价高大约20.9% 从估值角度看中移动保守计年内可以升到90元关口 中移动还未完全反映利好因素 加上预测股息率超过七厘有助防守 不妨先以今天开始买第一柱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套到65元可以加住 先提90元水平 止损位定是60元 第二柱价精选港股是人保1339 业势和数据都反映内险市场复苏 加上普遍派息稳定 令到内险股成为投资者收息之选 其中人保过往派息理想 在过去几年维持派息增长 今年人保预测股息率7.30 是同业之中最高价 加上股价表现跑赢大市 今年来升了大约9% 高于大部分的内险股 人保在股息和股价的稳定表现 都符合好息投资者的要求 加上盈利前景乐观 人保更加有增加派息的憧憬 首先 除了平保之外 现时内险股绝少会派中期息 人保只是有意推行派中期息 而派息比率方面 相对于其他内险股的4-5成 人保现时派息率只是大约3成 反映仍然有空间上调派息率 业职方面 人保半年纯利大约206亿人民币 按年升8.8% 其内各方面业务业职都有显著增长 财险业务实现成保利润增长7% 受险健康衍生业务价值分别大增超过6成6和5成8 整体而言 市场预期内险行业 将会受惠盈利前景改善等因素 人保将会受惠其中 根据彭博综合劝商预测 人保金银两年 盈利将分别增长1成8和1成1 随着盈利持续增长 市场预期派息同样增加 令明年和后年的预测股息率 分别达至8厘和9.5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